大佑哥好 来Give me five 听说各位找了一些很厉害的磨唱选手来唱我写的一些歌 生命的点点滴滴 还有岁月的沧桑 还有生命的成长 这个唱得出来吗 我相信这是很大的考验 试试看 大佑哥 你看 活力十足 你的出场 全场人都已经起立了 有的人还久久不肯坐下 大佑哥是殿堂级的人物 所以我们必须我们起立欢迎他 只要大佑哥是站着我们就不能坐着 坐下 谢佑哥 那说到大佑哥他在这个乐坛的江湖地位 其实不用过多的赘述了 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叫李宗盛 他说罗大佑在他心目当中 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是时代的标志 不敢 小李怎么那么客气 讲那么客气话 真的 好 我们下一位周华健 他说罗大佑是很有才华的 我很崇拜他 华健 我也崇拜啊 英雄是英雄 刚才说的李宗盛 周华健 比如说 比如说我自己 是我们这些人 通通都是受大佑哥的影响 我们才出道的 宇哥 原上讲究太严重了 没有 我讲的是真的 真的 我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 就在高中的时候 带着我老婆翘课去看演唱会 但是后来到了门口我没有进去 因为发现原来演唱会是要买票的 后来我就好带我老婆去公园 然后后来就变成我老婆这样子 但是他的确在那段时间里面 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演唱会 而且另外一个人 我自己站在舞台上面的演唱会 也是因为大佑哥 真正的舞台上面 我当他的合一 对 那个我记得 包括我自己的声音 本来声音比较像废玉琴 后来因为模仿大佑哥 就声音就变成这样子 其实你唱歌跟大佑哥的方法 是有点像 真的 这个就不可否认 对 我觉得大佑哥写的歌 不管是写人生的潮起潮落 或是写这世界的悲欢离合 我觉得大佑老师心中 永远有个青山 有个少年在里面 这是他音乐最独到的地方 大佑哥的创作能力非常强 到目前为止 我们去不完全统计 您家创作的歌曲 已经多达四百首以上了吧 不能四百首吧 那三百多吧 我觉得大佑老师在历史上 是有定位的 我觉得他写的不是歌曲而已 他描绘的是时代 一九九六年我刚出道 我就说我想找我的偶像 来帮我的第一张唱片 天使站台 没想到大佑哥来了 一九九六年 我们那时候都还年轻 大家想看那个历史画面吗 我有带来 来看一下 请看 在忙中一定得抽空清零现场 为黄老师献花 甚至前任依依安的音乐总监 陈文茜 特别带来了祝福 天啊 而同样也是大师级的 創作歌手罗大佑 昨天也带着一个天使的雕像 送给黄国伦这位天上的使者 其实天使其实我们讲简单 可能他是带着一个 在见谷上帝跟人之间的角色 对 一个使者 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叫魔鬼 魔鬼是什么 魔鬼就是天使如果多么多人 对 一个就叫魔鬼 最想多大佑这种 大师 你好偶像啊 国伦老师 各位注意一下 你们看的是大佑哥 不是我啦 但是国伦老师在就是96年嘛 对 刚刚出道一个新人 为什么会为一个新人去站台 为他加油打起 我们永远要鼓励年轻人嘛 那我知道他其实写得很好 我觉得有必要去 去为那个年轻人 你知道那时候他来 我真的是太激动 美梦成真 对 我觉得音乐的人很多 写歌的人很多 但是像大佑哥 大佑老师这样子 真的追悟惊悠 但是刚才看完那个画面 我真的 我相信观众也有一个 同样的感触 就大佑哥 二十二年过去 你真的不会老 国伦老师 你老得好快 所以我们都 在国伦老师的脸上 你应该马上用 柏拉雅美白星光瓶 各位 你是不是觉得我二十二年前 有一点像卫荀 有一点对不对 那个feel 这样卫荀很生气 各位 所以我必须说一个结论 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谢谢各位 只是这把刀呢 砍向了国伦老师 并没有砍向这一边 好